新界北部拥有丰富的自然环境 政府在推展北部都会区的时候 会实施积极保育政策 除了保育湿地 政府也计划借这个机会 推动发展现代水产养殖业 以及缔造生态康乐旅游空间 满足市民对户外悠闲设施的需求 在湿地保育公园里面 其实有很多具高生态价值的鱼塘 在保育和管理这些鱼塘的时候 我们会研究引入现代化和先进的养殖技术 以提高鱼产品的品质、产量和价值 我们相信透过妥善的管理 在保育湿地的同时 亦可以发展可持续的水产养殖业 同时亦会创造就业机会 北部都汇区将来会有大量新增的居住和工作人口 需要及早规划 和建立生态康乐旅游空间 我们建议发展的城乡绿道 将会横跨北部都汇区 穿越郊野 贯通湿地、鱼塘和传统的乡镇村落 还可以沿着河半长廊 入到市区 除了会设立湿地保育公园 和红花岭交易公园之外 也会探讨如何在这些保护区里面 规划有关的路线 让市民可以享受悠闲的乐趣 红花岭位于沙头角 每逢春夏季节 漫山遍野开满红色的野花 例如红杜娟和桃金梁 据说因而得名红花岭 又据说因为这里有不少小型的鸟类 如Robin之间鸟不时出没 英文地名亦称Robin's Nest 又称麻雀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